你好,AM730 就住港大管治風波 就想問特首是否已經和校長和校委會主席會面 其實校長是事先知不知道 這個站委副校長的安排 會面得出什麼解決方案 另外就想前非常任法官沈耀信 贊民批評法治倒退 香港慢慢變成極權城市 你覺得司法界是否普遍有這種想法 如何挽回他們的信心? 麻煩你 香港大學是屬於香港的 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個人的 不是屬於校長個人 也不屬於校委會任何一個人 港大是屬於所有香港人的 香港人愛惜他 學生愛惜他 教職員愛惜他 海外也有很多學者 青年人愛惜他 任何事情 必須以大學的利益為首位 大學要不斷自我完善 如果廣大行政有不當的 就要改善 重要崗位長期緣空的要填補 程序上不清楚的要寫清楚 大學的財務要清晰問責 政府對大學撥款每年以百億元計 公帑必須用得其所 大學的行政和管治必須符合撥款要求 大學必須遵守 大學也簽了一個有關資助的問責協議內容 內容對管治和法治是有要求的 我曾經會見校委會主席和校長 協調溝通 提醒良好溝通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 提醒政府的資助是有要求的 必須以大學的利益為首要考慮 我指示了教育局了解事情 向我回報 今天稍後 我會再聽取他們的最新回報 之後作決定 我們會有所公佈 至於有關 岑耀信法官最近所寫的文章 特區政府已經出了一個很詳盡的聲明 不同意他的看法 我這裏想補充講的是 法官的專業 在他們的法律的知識和經驗方面 法官的專業不是在政治方面 他們可以有個人的政治取向 但是 這些不是他們的專業 因為法官可以喜歡或者不喜歡 某種政治制度 他也可以喜歡或者不喜歡 某一條法例 但是 法官的專業 是要按法律原則和證據 正確地詮釋這些法例 不論他個人 對這條法律有任何的政治看法 不是從他的政治立場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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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補決 令法治得以為恬 民主和法治是兩回事 不應混為一談 但是他近日的言論 令我感到跟他當時的一些說法有所矛盾 意圖破壞香港法治的人 來自英國政府官員 政客 反華反港的一些媒體 他們在審訊前 審訊期間 以及審訊後 公然恐嚇制裁法官 公然踐踏法治 特區政府從未 亦都不會容許 任何人干預香港法官的法院審訊 法院一直進行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 過去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將來都會是這樣 不干預法院審訊案件 是香港的基因 有三位法官表示要辭任 離開 除了審訊訊訓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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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在他辭任的時候 表示繼續對香港法院及其人員的全面獨立性有完全信心 麥加蘭法官因為年紀的原因表示當他的任期戒滿之後 不打算續任 但他說得很清楚 對法院的成員其獨立性或維護法治的決心抱有信心 我對香港的法官感到驕傲 所有法官堅守司法誓言 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的精神 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持司法公義 無懼來自海外的威脅和卑劣的干預行為 我對他們每一位的勇氣和對堅定維護香港法治的堅持 由衷敬佩 英國官員和政客 試圖將英國的司法影響力武器化 針對中國和香港特區 我們不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會全面保障法官 我們的法官以可敬的勇氣 面對來自海外的公然干預和壓力 仍然堅定不移維護香港法治 整個香港社會都支持你們 遺憾的是他們被一些少數過去曾經一起 為法律與共事的同事背棄 但是他們有全香港的支持 我們要毫無保留地支持我們的勇敢 正直專業的法官 支持他們彰犬香港的法治 Good morning Mr Lee Some questions from Hong Kong Free Press Just to follow up on your question on Lord Sumson's comment So in particular, he and Lord Collins in 2012 said their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would b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besides the reasons you just mentioned You cite Lord Collins as saying 他还在香港的警察 应该 贡议的事件 因为他的调查 所以,隔了两年了 以及 自由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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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 排队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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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